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四个算子 分别是Left Auto Drain,Right Auto Drain,还有Cartation,还有Groby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指导 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朋友们,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算子 那这节课呢我们要学习的算子呢叫做Groby Groby啊 那么也就是分组的含义啊,分组的意思 它会干什么呢,会根据传入的参数啊 根据传入的参数进行分组啊,分组 那也说相同的参数是一组啊,是一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分组 所以此时呢在这里我们先创建一个全新的RDD 讲说叫RDD6 等于呢在这里SC.P啊 然后我们把谁用一下呢 传一个历史集合 咱把这句话借用一下啊 咱借用一下这个集合啊 那在这里呢,传它 然后将这个里边的数据再传进来 好啊,那也就是说当前我这个list集合中有 Tom,Jerry,Kitty,Jerry,Tom和Dog 对吧 那在这里我想以当前原主中第一个元素为分组的参数 所以此时呢在这里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说当前可以这样写 RDD6 第二,当前我们那个Growby 然后下线是当前你访问的那个参数 第二,下线1 是不是就是原主中第一个元素啊 对吧 以原主中第一个啊 这个元素进行分组对象 所以此时呢 他会得到一个全新的RDD 记住啊 他会得到一个全新RDD 此时呢在这里我们RDD7 那我们可以打印一下RDD7的结果啊 Print RDD7的RDD7的结果啊 第二,Connect啊 第二,Tue,Buff 这行 等待一下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当前分组之后的一个效果上面啊 这就分组效果 那咱可以看一下啊 是不是Key是Tom 是不是相同Key啊 这个相同参数啊 是以第一个元素嘛 对吧 这个Key是Tom 对吧 然后下面是不是Tom在这里都放了一组 对吧 Dog呢 因为只有自己 所以Dog自己是一组 对吧 你看啊 然后Jerry呢 是所有Jerry是一组 Kiddy呢 是自己是一组 所以在这里 我们GirlBuy呢 可以根据你传入的参数呢 来进行分组 相同的Key 相同的参数呢 会放到一组啊 放到一组 那OK 我们GirlBuy